接著是2013年的第二題 它就說在x和x²的項目裡面 就是of 1加x to the power n 似這個expansion裡面 它的coefficient分別是-20和180 讓我們找回a和n的值出來 也不難的 因為你找回x和x²的項目的話 即是說這個coefficient的運算的公式 如果對於x來講的話 x的項目應該是nc1a to the power 1 次等於-20 另外就是nc2a²等於-10 這樣的話你預計a也是負數 所以我們應該寫回na等於-20 而另外nc2就是nxn-1除2 再乘回a²等於-10 然後整理好一點的時候 我們會有nc2-n再乘回a²等於-360 有時我們會嘗試整走n或者a 我們會看著這裏的時候 整走a應該是個好一點的選擇 所以我們不如把a做主項 負數20除n的時候 我們會有n²-n再乘回a² 那就應該是400除n²等於-360 那時候我們可以把它乘進去 我們就會有1 然後把n²乘進去 把400除下來 我們就有1-1overn 等於9over10等於9over10 所以就會有1-9over10等於1overn 然後1-9over10也就是1over10 等於1overn 所以就會出n等於10 那當n是10的時候 我們就會有a等於-2 就是這樣 那這個就會是2013年的第二題 對了